香港民众反对逃犯条例修法 昨天爆发堪称是回归后史上 人数最多的游行 有百万人上街响应 ! they were protesting a bill that would allow suspected criminals in the city to be sent to mainland China for trial critics fear the extradition law could let China target political opponent . 香港反送中抗疫潮延烧 原定今天是要进行二读 一早大批的年轻人 就包围了立法会 还有阵领主要干道 立法会主席梁军燕也通知 今天二读会议取消 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的示威 已变成大规模冲突 立法会和正总周围的示威者 下午多次冲击警方防线 而警方的驱赶行动出动到橡胶子弹 布袋弹以及催泪弹 至少22人受伤 里面一层一串刀 我认为我们见识的自由 我认为我们只会有自由 因为我们现在每天在这样的情形 认为对待厉害 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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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 estimated 2 million people taking to the streets sending a message to China and demanding the local leaders step down 大批市民参与七一游行 以和平方式表达对政府的不满 但另一批示威者就运到政府总部 而且暴力冲击立合会 你能看到这些暴力冲击 他们已经破坏了一窗的建築物 的建築物以后的建築物 他们继续砍通过这些建築物 他们现在正在进入建築物 里面你能看到大量的警察 这是非常严重的 这些情况是非常危险的 这些情况是非常危险的 大批的反送中群众 7月1号深夜冲破立法会大门 闯入议场占领 并且在主席台后方的墙 喷上了反送中 还有太阳花 香港等刺眼 朗尼润草狗上 冲犯条例的收订工作 或者这条条例的草案 已经唏中正寻 扁刑结立 TB Bill is dead 我不知為何她的意思是這麼困難 為何她的意思是申請 是是面對的嗎 我不知道是甚麼 她非常清楚 這就是對抗議員要求 7月21日雲朗戰發生了 白衣人無差別攻擊港民 造成45個人受傷 我看到有個人在前面被人打低 如果流血了 我嘗試過去 跟著之後 跟他們說流血了 我拖走他 但他們都不准 基本上就拿著各種武器 就走過來繼續襲擊我 示威者控訴警黑合作 讓反抗動作更加的激烈 我們一定是不會容忍任何的暴力 指控我本人 或者警務處處長和他的同事 是有去勾結一些暴力的分子 這個是完全沒有根據 部分激進示威者 他們的有關的行為 已經觸碰了一多兩支圓圈的底線 絕對不能容忍 我們堅定支持特區政府 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確保中央駐港機構的安全 維護香港法制 玩火者必自焚 該來的懲罰 終將到來 警方表示到場處理的時候被攻擊 速龍小隊衝到月台 入到車廂制服多的人 在站外合共驅捕40人 有人被打到頭破血流 我們用了最低的武力 去阻止任何暴力的行為 去發生 政府會立即拒絕 策劃 以完全解決公開公開的議題 一年代,兩次的反應 當時在北京祝福 香港再次充滿了解決 你看看 第二次的犯法是在香港的犯法中 在香港的犯法中,百分之中的犯法中 在高科学中,中文化中的犯法中 有更多犯法中, 现在警察暴躲在内地的犯法中 现在的警察是, 如果你避免,你会被判断 民主派大胜以值总数过半 18区当中至少16区变天 治疗医院的治疗医院在中国 正在禁止疫苗的新疗医疗 中国已经公布了217个病例 有恐怕疫苗会传染到香港 当香港已经出现了公共危险的情况 我们需要以更加严厉的手段 包括立法禁止 从而去减低甚至阻止人多聚集的活动 香港警察已拘捕了25动员 参加了一个禁止试图 为指出中国的 Tiananmen Square 公司已拒绝了疫情 拒绝疫疫苗 中国严大常委会 昨天火速表决通过了港版国安法 我感到疲惫和疲惫 因为北京不是只得更多的力量 它其实得更多的力量 当它来到控制 Hong Kong